本期话题 月经期间同房会怎么样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问这个问题的朋友们 可能心存怀疑 就是说我 我就是月经期间同房 又能怎么样呢 女性呢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月经期间 她的生理情况 跟平常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你这个 宫颈吧 宫颈口啊 宫颈管啊 正常的时候 它是关闭的 有粘液栓来阻挡 细菌的侵入 可是你在来月经的时候 它就是开放的 不开放的话 月经血怎么能流出来呢 是吧 同样月经血能流出来 那么金子夹杂着细菌 也能够进入 就是说 你开放了一个通道 你打开了一个大门 你允许细菌进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在月经期间呢 子宫内膜 它有脱落 有出血 那么宫腔里边呢 内膜有伤口 血斗开发 这时候呢 你这个进来的细菌呢 就很容易被接纳 就是 它能够直接进到 子宫内膜的伤口 那个地方繁殖 这个地方 细菌特别容易繁殖 因为你这个血月充分呢 对吧 血供好 是吧 环境好 温暖 是吧 温度适当 所以细菌就特别爱炸 还有你这个月经期间呢 女性朋友 她的抵抗力减低 因为她周身不适 皮乏 出血什么的 那么有少量的细菌 它就可能发生感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